我主要是要感谢大家 给我选了这样一位对手 那你发挥得很好 就是可能知道也没什么希望 所以上去比较轻松 他也比较搞笑 所以上去整个人我都在笑 对于我不专业业余的人打球来说 确实在这个运动中是收获了快乐的 就是反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果 我自己也是没想到 我分辨不出来 发球是转还是不转 然后我就老觉得他这样发就是转的 然后我就老想着就这样去结 然后开始看分就超紧张 因为确实是觉得自己好好准备了 霞姐帮我练了很多球 然后在家也练了三场 但是发现好像练的都没用上 然后这次呢比分又是十一比 压力比较大了 就是让我觉得挺对不起大家的这种感觉 那个节奏没有 因为这个比赛它是需要一个 如果还可以转还可以怎么样 谁让我练了 因为这个要求 什么时候 你也是因为啥 这咋子呢 没事一起吃辣椒 我天 你就是训练和今天的时候 这玩意 我就是觉得 十一分制的一局的比赛的 乒乓球的偶然性太大了 他决定不了说你们真实的水平 这个真的 哪怕你定今天七分制 打三局两上 你结果可能还有改变 对 你们别太难过 挺好的 挺好的 别太难过 没事 没事